我们现在来到圣经的人论 就是身体灵魂或者灵与魂 伯格夫说 他说圣经里讲到人性 很清楚的是二元的 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 人性是一个整体 不是二分 就是说人不是有两个部分 是平衡的平行的 而从来不结合成为一个活物 不是的 人的两部分不是分隔到分开来运作的 不是的 所以假如说身体跟灵魂 只不过是平行的生存 这个可能是在希腊哲学里面有 或者后来一些的哲学家也有 但是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的 人性是很复杂的 但是呢 圣经 讲人从来不会这样子 一二分就分隔的清清楚楚的 人的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动作 都是整个人的动作 Every act of man is an act of the whole man 一个人讲一句话 是整个人在讲话 一个人动他的手 是整个人在动 一个人在爱 在恨 在发脾气 在忧伤 都是整个人 在感受 犯罪的 不是一个灵魂在犯罪 是人在犯罪 It is not the soul that sins man sins 不是身体死了 是人死了 It is not the body that dies man dies 在基督里被救赎的 不仅仅是灵魂 乃是人得救了 Not only the soul is redeemed in Christ But man is redeemed in Christ 人 身体灵魂 在基督里得救 所以光是讲灵魂得救 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那这种的 身体灵魂完全是合一的 这种的看法呢 最经典的经文就是 在旧约 就是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 经文打在下面 请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纪二章第七节 来 英文是这样说的 从地上的尘土 上帝塑造了人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上帝就在人的逼宫里 吹尽了生命的气 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 或者是a living soul 人就成为一个活的存有 或者是活的魂 那里用的字 nefesh就是魂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整节的经文 是讲整个人 God formed man 神造人 神用地上的尘土 神造人 and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人被上帝造 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的魂 a living soul 上帝在这里的创造之功呢 你不要把它解释为一个很机械性的过程 好像上帝先用泥做了身体 然后把灵魂放进去 不是的 当上帝造这个身体的时候 他是怎么造的呢 就是透过他的灵 圣灵的吹气 人立刻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魂 岳伯记 三十三章 第四节 还有岳伯记 第三十二章 第八节 我们来读 岳伯记 三十三章 第四节 来 神得于造我 全能者的气 使我得生 三十二章 第八节 来 你看好 The Spirit of God has made me 神的灵造我 所以圣灵与圣父圣子一起 圣灵是co-creator 圣灵与父与子是同为创造主 The Spirit of God has made me 神的灵 或者神的气造我 The breath of the Almighty gives me life 全能者的气 或者灵 使我有生命 赐我生命 所以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 人成为一个living soul 就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者 a living being 活得 存有者 三十二章八节 岳伯记说 It is the Spirit in a man The breath of the Almighty that gives him understanding 人里面 是那个灵 就是全能者的气 使他有思想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上帝吹一口气 人就有生命 有思想 成为living soul 上帝 上帝以吹气 用泥土造成一个人 有生命 有思想 没有福 所以分开 体魂 灵的 The word 受魂 这个字 请记得 在创世纪第二章 有灵的活人 应该翻成活的魂 才对 所以 三原论者 要好好读 圣经原论 是怎么讲的 不是有灵的活人 是活的魂 创世纪二章 第七节 将生气吹在 他壁孔里 他就成了 活的魂 魂 魂这个字 不是我们今天 给他的定义 魂什么意思呢 就是 an animated being 活的存在 and it's a description of man as a whole 魂在这里 就是整个人的意思 The very same Hebrew term nefesh 魂这个希伯来文 这个字 nefesh living soul 或者 khaya being its also apply to animals 魂这个字呢 也指 动物的 动物也有魂的 就是有生命的意思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一节 二十四节 和二十三 对不起 和三十节 我们来读 在十六页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一 二十四 三十 我们一起来读三节 来 神 神就造出大雨和水中所自身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 一样生出国物来 各从其类 生出昆虫 地上的野兽 各从其类 是就这样成了 至于地上的肘兽 和风中的飞鸟 并各样 它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是就这样成了 是 在特别是第三十节 有生命的活物 everything that has the breath of life in it 然后呢 第二十四节 地要生出活物来 let the land produce living creatures 假如你愿意 自意翻译圣经的话 你用这样翻 地又生出魂来 就是生出昆虫 地上的野兽 各从其类 三十节要这样翻 至于地上的肘兽 和风中的飞鸟 和各样爬在地上 有魂的物 那你用的字是nefesh 所以我们要对圣经的原论 要公允一点 不要用我们的三原论 把一些圣经的原意 就遮盖了 可能翻译圣经的时候 宣教师也不太懂得 怎么样好好处理 他就用了这些的方法 来异议了 paraphrase 继续我们讲 第十六页 刚才我们讲过了 魂这个字是指生命的意思 同时呢 圣经也给我们一些的证据 人性是两部分的 不过 你不要认为 人的身体就是物准的部分 和魂就是灵念的部分 你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你不要把旧约圣经 后来的一些的 的分辨 读进去 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 我们马上就要讲 旧约后期怎么讲的 后来 旧约的后期 或者是新约 特别是新约 或者是旧约 从希伯来文 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 因为有了希腊哲学的影响 所以呢 就有一些的分辨了 就是魂和灵 是对立起来的 特别在新约 但是旧约是没有的 其实呢 the Hebrew has no word for the body 我们这个身体啊 希伯来文是没有一个字 是指身体的 旧约把人性的两方面呢 是用另外一些方法来讲的 late law 在他人论 圣经的人论这本书里面 这样说 他说就是旧约圣经 那个对立是什么呢 是lower and higher 比较低 比较高 就是人性的比较低 那个层面 跟比较高的层面 earthly and heavenly 属地的和属天的 animal and divine 比较像走兽的 和比较像神的 it is not so much two elements 不是两种的元素 不是 but rather two factors uniting in a single harmonious result 乃是两个因素 联合起来 最后是一个 和谐的整体 就是 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这个整体 这个人就是 living soul 活的文 就是 活人 it is quite evident that this is a distinction in Genesis 2 7 创色其力二章第七节 伯格夫说 就是这种的分辨 就是两个因素 两个元素 factor 联合起来 成为一体 一个整体 man is a living soul 参考 岳伯记 27章三节 32章八节 33章四节 传道书12章第七节 刚才我们读了 岳伯记的32章八节 和33章第四节 现在我们来读 传道书第十二章 第七节 在第十七节 来 尘土能为你地 灵能为你事灵的神 是的 尘土和灵 他不一定用身体这个字 我们来读 岳伯记四章十九节 来 土房 那住在土房 各区在尘土里 可以 祝福从头 所会带到人 土房 houses of clay 泥座的房屋 这个就是身体 所以身体会用尘土 泥房子等等 来形容到 好 继续 在十六页 旧约用各种不同的字 来讲人的物质 或者低等的元素 比方说 flesh 血气 血气 dust 尘土 bones 骨头 bowels 人的肠 肠胃的肠 有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圣经翻译出来 这个bowels呢 就是感觉 在希伯来文的字 那个字 literal word是bowels 我们的肠胃 kidneys and house of clay 还有泥土的房子 约伯纪四章是九节 那关于人的高等的那部分呢 那个元素呢 就用灵 spirit 魂 soul 心 heart 心思意念 mind 都是同一词 从旧约经济到新约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身体与魂 肉体和灵 或者是血气和灵这些的对照 这些的希腊文的字 就是身体与魂 flesh 肉体和灵 很明显的 是有希腊哲学塑造过的字 但是呢 是从旧约的希腊翻译本 跑到新约圣经里 因此呢 这些字 仍然有它旧约的意义的 意思就是说呢 没有错 圣经是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之下 写成的 没有错 那它旁边的希腊哲学 有各种各样的 对物质跟灵之间 需要终结等等的思想 但是呢 很明显的圣经那里的灵 魂 心 心思意念是同一词 然后身体 肉体 尘土 骨头 肠胃 泥土的房子 都是同一词 at the same time the antithetic idea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immaterial is now also connected with them 好了 到了新约时期呢 这个肉体跟灵之间 是有斗争的 那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 伯格夫写书的时候呢 霍之恒的那本的保罗的末世论 也正在写 所以呢 可能伯格夫还没有看到 保罗神学的那个血气 或者肉体和灵呢 最重要的不是指人的身体 跟人的灵魂 是指这个城市 这个世界 这个充满着罪的世界 和主耶稣基督 特别因为他复活 而展开的新的宇宙 the two different universes 那这里不是讲保罗神学 你可以去参考 我们的保罗神学的讲义 或者MP3 总之呢 保罗在讲的身体跟灵呢 最重要的不是指我们的身体 跟我们的灵魂的 第十七页 第十七页 三原论者呢 他们盼望从圣经 找到一些的证据 他们认为呢 人性有两部分 除了身体以外 有魂 就是Nefesh 这个希伯来字 希腊字是 Shukhe 还有灵 希伯来文是Ruach 希腊文是Numa 就是说 圣经不是很明显的 有 Ruach 和Nefesh 灵与魂 这两个希伯来字吗 圣经不是很明显的 有Numa 和Sukhe 这两个希腊字吗 但是 虽然圣经常常用这两个字 但是呢 这个是不足够的理由 给我们做出一个结论 说这个是人性的 说这个是人性的两个部分 最多是两个层面 若仔细地去查考圣经 你就会发现 魂和灵 就是Nefesh 跟Ruach 魂和灵 Sukhe 跟Pneuma 这两个字呢 常常是交换来用的 交换来用的 这两个字 都指 人的 高等的 那个元素 我们也讲过了 魂根本就是生命的意思 也可以这样用 两个字 魂跟灵 都是这个意思 但是只不过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马上要指出呢 圣经里 魂与灵之间不同呢 不是好像哲学讲的不同 比方说 这个魂呢 就是人里面的 那个属灵部分 不过呢 是与外界物质世界来往的 灵呢 就是同样的一个元素 不过呢 是与属灵世界 或者与上帝有关系的 把魂当作是 人与世界的关系 灵当作是 人与神的关系 这种的分辨 是错误的 下面有一些的证据 说明这个是 哲学家带来的 而不是圣经而来的 而不是圣经而来的 Ruach Numa 就是灵这个字 和Nephes Shukhe 魂这个字 灵和魂 都可以指动物的 我们来看 传道书 三章 二章 对 三章 二十一节 来 谁知道 这样翻译是不公道的 人的灵是往上升 动物的灵是下到地 是Ruach 是灵 我再说 魂 灵这些字 都可以用在动物上的 圣经里的用字 没有我们三言论 这么的严格的 请记得 我们在从事神学的学习 首先我们搞清楚 那些字 Ruach Numa 灵 是什么意思 在不同的经文 是怎么用的 Nephes Shukhe 魂 在不同的经文 是怎么用的 那这个叫做字意研究 最标准的参考书 就是圣经新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做完字意研究 也就是说 这些字 在圣经不同的经文出现之后 也就是 有了圣经词典 这种的 参考文章出现之后 我们才来做 系统神学的功夫 就是说 究竟圣经讲人 是体魂灵呢 还是两部分呢 还是四部分呢 尽心尽心 尽意尽力 心性益力 四部分呢 还是一个呢 等等 字意研究 和系统神学 是两个步骤 不要在我们思想里面 混淆了 好 我们继续讲 刚才我们说 灵与魂呢 连动物都有的 现在我们翻到 8页读启示录 16章 第三节 来 每次你读到活物呢 药就是魂 药就是灵 可能这里 最可能是魂 所以动物也有灵 也有魂 或者这样说好了 魂这个字 灵这个字 可以用来描述动物的 所以最好呢 是打开一本 希腊文的圣经 你就看那个字 目前有 中 阴 希腊文 平排对照的 新约圣经 可以使用了 你不懂希腊文 你都可以看那个字 好 启示录16章第三节 而魂那个字呢 圣之福可以指 耶和华的 以赛亚书 42章 第一节 来读 这里可以翻成神说 我已将我的魂赐给他 那我再说 圣经的用字 是很有弹性的 很多时候我们 先入为主的神学理论 僵化了 硬化了 当我们回到经文 一节一节读的时候 你首先要搞清楚 每一节那个字 是用了什么字 是魂 耶利米苏九章九节 我们来读 来 报复 should not should I not avenge myself 原文是 should I not avenge my soul 我岂不应该 为我的魂 报复呢 这里又有魂这个字的 nefesh 阿摩斯书六章第八节 来 主耶和华万君之神 指着自己起誓说 我神父亚哥的荣耀 宴起他的宫殿 以此我必将成和其中所有的 都交付敌人 万君之神指着自己的魂起誓 中英文都没有把它翻出来 因为呢 翻出来好像怪怪的 所以就说指着自己 by himself 所以你看到 nefesh 魂这个字就是指自己 或者指自己的性命 的意思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 来 我心里就是用魂 所以连上帝呢 圣经都用魂这个字的 所以魂很明显就不仅仅是指 人面对世界那个功能 那个层面 或者那个功能 魂我们总结一下 是指人有性命 他的性命 life 他是活的 然后呢 动物是活的 活物吗 所以魂那个字就是活的 上帝指着他的魂起誓 就是指着他自己的性命起誓 他为他的魂 报复 就是他为他自己报复 所以魂那个字就是自己 就是性命 那我知道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 要做这种的思想的功夫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先入为主一个观念 要就是三元论 要就是二元论 连古典的二元论啊 都不够符合圣经的 我们讲下去你就看到 圣经用的字很广 很丰富